由國學會補助製作的 漫畫《吉娃斯愛科學》 現在要退出第四季 這回還要跟本朗六次 頂頂式的關注民族群的文化 還要加上太空科學地式 希望可以很精進對學習的興趣 也就沒有辦法傳遞聲音了 用暴龍族的共青文化 來表達太空中怎麼團達聲音 當我們要做一個科學傳播動畫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讓文化 科學能夠做對話 什麼地方可以聽到工晴的聲音 太空裡面為什麼聽不到 所以其實小小的秘訣應該是說 我跟我的團隊 我們不斷地在問為什麼 吉娃斯愛科學協力動畫來到第四季 跟我們主題文化 跟上關的科學地式 打進太空 除了暴龍族的共青 跟山雲團部連結 還有電感路 跟太空站的感路魚 太空建造這些主題表現 這些動畫搭配我們文化跟科學地式 還沒進去前期 就已經得到國際四十九行 贏電大將 過去已經做了十年 這樣的一個計畫 有不同的產品出來 那未來呢 我們會持續根據在國際上面 很重要的一些科學的發展 結合我們的產業 我們有一個比較長期的 大概兩年 每個計畫兩年的一個 影視的一個合作 那就是希望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了解的語言 然後放在生活裡面 加專業跟艱難的科學地式 用簡單的營業故事說明 北漂逐群 設定在中小學的改端 希望可以讓他們去 日中少年對科學的獻祝 跟鳳基 記者要綜合報導